接著下來也是大家常去的韓國 但是金老佛爺說 這個韓國不一樣 這個地方便宜又好吃 來 金老佛爺 這是哪裡 這是 因為韓國通常大家都想到是首爾 對 不然濟州島 這也是浦山 對 浦山 應該是很多人想去看看 因為已經首爾逛逆了 對 想看看 想看看韓國有沒有不同的景 他說我真的超級 很推薦浦山這個地方 因為 為什麼 第一個 現在浦山只飛 然後飛機也很便宜 一趟來回4500 幸美姐 信不信 4500 機票4500 機票就是4500 來回 來回 而且是 為什麼 因為它是紅顏班的班機 就是臨場飛 然後到那邊就是 早上6點 5 6點 然後準備要開始玩這樣子 所以這個行程比較適合年輕朋友這樣子 但是真的是很划算 因為4500 都可以去到 太年了 對 不用不到高雄直接去 那要飛多久 差不多3個小時多一點這樣 因為浦山的關係 然後因為 早上就 第一天開始可以玩到很飽滿 然後直接去吃第一個美食 浦山一定要吃三樣東西 一個是豬肉排 第二個是 當然是生魚片 因為它是海邊的 海邊 就是它是靠 對 靠海的 就是浦山市港口 所以一定要吃那個生魚片 第三個就是 豬肉飯 豬肉就是 那個豬肉 那個豬肉燙飯這樣子 第一天我就是去吃那個 豬肉排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是當地的就是 當地人就是超推薦的這樣子 然後又吃完 開始要逛街 逛哪裡呢 就是在那個 西面的那個 就是 Beef廣場 或者是南普通國際市場 吃得又好吃 然後吃得像這樣子 傳統市場一樣 這好像很像市集 對 便宜嗎 吃的 便宜 便宜 然後我跟你們說 就是這個 我現在甚至拿著一個 就是螃蟹 超大顆的 像這樣子螃蟹 螃蟹 對 螃蟹 對不起 螃蟹 這個因為他們是就是 因為看它的重量 對 然後撐的時候 然後它直接幫你蒸 然後幫你切 切 然後就是一塊 因為它的手真的很肥 然後就跟臉一樣 就可以這樣子 拿著吃 所以它很老 對 龍蟹 或者是這個螃蟹 都非常吃得很 過癮的一個地方這樣子 然後第二天我們就是去海雲台 因為海雲台也是一個電影的 一個場景 然後因為海雲台就很大的海邊 就是很漂亮就是海邊這樣子 然後很多人就會過去那邊 夏天就是玩水 然後冬天就看著他們夜景這樣子 然後就吃個那個 他們非常有名的一個豬肉燙飯 吃晚飯一定要逛街 逛街 那很推薦 就是去看看浦山的新世紀百貨 這個因為它是金世紀 就有登金世紀的那個 金世世界紀錄 對 為什麼 因為它是 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百貨公司 是嗎 對 它是就浦山的那個新世紀 真的超大大 所以一天都逛不完這樣子 當然 因為就是從國際品牌到 就是一般的韓國品牌 全部都在那邊 真的超大一間這樣 我也去了很多次 但是都沒有逛到滿這樣 沒逛完 然後就是逛完 因為它是整個下午 一直都在逛街 然後逛完之後 就是很推薦大家廣岸大橋 這個地方就是海邊 然後對面就是有一個橋 所以它就是晚上的時候 它會導引你知道嗎 就很美 超美的 然後廣岸大橋就是到德貝101 這個地方也是個非常地很漂亮 夜景就美到爆炸 好美喔 而且這個是可以走路到 走在水上 沒有 就是在旁邊 可以走一走走一走的地方 就是很漂亮 很漂亮 像布拉格喔 好美喔 然後第三天 我們就是看看一些其他的不一樣的 超漂亮的 這個地方就是比較佛市 就是海東龍宮市 這個地方韓國唯一在海岸上面的 就是廟 對 所以就是很好看 就是很漂亮 好像九份喔 對 唯一只有這一件而已 所以很多人就去看光 然後重點是它聽說很冷 所以它是拜什麼的 對 就是拜什麼 你會給你什麼這樣子 什麼都可以喔 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可以去看光 它是一個國際島嶼 所以廟也很國際 對 然後就很漂亮 我就覺得這樣光看就很多顏色 因為博士 你說很多顏色 然後就吃完飯 因為就覺得不要吃肉 所以旁邊有一個就是 就是韓國那個农村的那種 农村菜 對 因為韓國有很多小菜 對 最好吃就是這些 對 然後就吃了這個完之後 這樣是多少錢 這樣怎麼樣 八千 九千塊韓幣 一個人 一個人這樣 所以差不多兩 三百塊 好便宜喔 這麼多 而且這個小菜是蓄積 你可以就是一直叫 一直叫 這樣是年費自由的 然後便宜 便宜 就吃到飽這樣子 然後就看看這個地方 這是什麼 這個地方是泰豬生態公園 為什麼要去看 就看它春天三四月份 全部都是粉紅色 全部都是黃色油彩花 全面都是油彩花 油彩花 像這個的話是秋天 都是粉紅茶 就很漂亮 大家都去那邊就是逛 就是拍照啊什麼的 因為 對 然後就是看看就是 旁邊就是可以 就是龍頭山公園 韓國有首爾塔 普山也有普山塔 也可以看看 就是整個普山的那個夜景 這樣子 對 然後最後一天 我們最後一天最重要 就是這個 乾天文化圈 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很多小小的 像很多 它真的是住人的地方 但是它弄成非常可愛的 有顏色的畫畫 牆壁上都有畫畫的 所以他們那邊去 有顆情要小聲一點 因為這邊是有住人的 對 然後整個就是感覺很浪漫 就是很像冬畫裡的那種 就是你知道嗎 感覺就是漫畫裡 漫畫裡的小小東西 就是逛一整天 然後逛完之後 吃個一些就是 點心就是直接去 去機場回家這樣子 這樣子 費用差不多 就是如果你做好一點的 飯店的話 我就覺得 三萬五 就是這樣子 因為吃的很多 吃的很多 對 如果你要節省一點 就是一天住宿比較便宜的話 我覺得不到三萬這樣 然後也可以是買一個半熟禮 可以加 然後普桑其實 韓國大家都去買保養品 衣服什麼的 但普桑的話 我覺得一定要買的就是 海苔 這是海苔 海帶牙 海帶牙 酒湯的嗎 不是 韓國不是 生日就是吃海帶牙 或者是生完小孩就是吃海 樹醉 樹醉也是吃海帶牙 加一點汁 對 因為海帶牙是對身體 是一種就是清潔的那種作用 然後這樣可以泡幾鍋 我覺得差不多 可能就是20份量的 20個人 20個人的份量 我們家應該可以用年 對啊 半年很多 你們剛剛這麼一大包多少錢 這個三千塊是一百塊台幣 好便宜喔 因為它是海邊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是普桑最有名 就是買海帶牙 超便宜 海帶回家這樣子 好耶 一百塊 一百塊 好便宜 不會不小心 其實都沒有 是 所以 都是 滿足的 平衡 例或排 恨 不了 光 透 剖 拗